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诊断管制图 我们要了解说 品质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如何去探索我们的品质 我们的品质的状况 常常会习惯用两个方式去处理 一个叫做Paretto的一个分析图 我们的话又称为柏拉图 第二种就是我们常常用的鱼骨图 那么Paretto的一个分析图是怎么样的 它的这个做法就是 它可以去记录哪些部分问题的发生 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最严重的发生的问题 次严重到相对不严重的一些比较 那么鱼骨图的部分 它是倾向于说 我们想找出问题的因果关系 对于这个组织概念的话 我们如果有了这个鱼骨图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一些启发作用 我们也可以想得出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 跟可能发生的状况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仔细的举个例子 让同学看一看 Paretto这个柏拉图的分析图 这个图形是这样子说的 假设我们公司卖出去的这个电脑 结果我们经过调查 他们回来送修的一个比例 我们的话就做了一个记录 我们发现回来送修的比例的话 最高的是哪里坏掉 问题的发生 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 这有两百多次 这显示卡坏掉 这也差不多一百多次 我们依据问题 按照大小 我们做了一个排序 然后画出了什么呢 这是比例 所有的键数 这个占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然后依据的 这是累积的一个图 这个累积的百分比的图 我们就称为柏拉图 那么它给我们的是 什么样的启示呢 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 这里常常会出问题 那么我们改进的方向 可能就是倾向于这个 那么这个次之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稍微少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柏拉图的话呢 是对于问题的严重性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排序的动作 这个鱼骨图怎么做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发现了一个市场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发现 我们卖出去的产品 市场销量变低了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 想出一个解决的方式 在解决方式之前的话 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所在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画出了一条线 再画出了45度角 我们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是我们的人员出了问题 人员 我们的人事上面 可能是态度不佳 这么就可以写了 这个我们会有很多 跟人有关系的一些相对的资料 细部资料 我们可以写在中间 这个是大的部分 大标题 我们可以找出来 还有什么可能呢 有可能是 我们这个市场销量变低 可能是有一个 跟我们卖差不多的一家 竞争的厂商 叫什么什么什么 有哪几家竞争的厂商 他们的价格比我们还便宜 卖的比我们还 这个品质可能会比我们还要高 那像这种情况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通路 我们的通路出了问题了 我们的这个通路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像是别人 那么样的通畅 那这边也可以把通路的一些问题 也列出来 那么还有些可能是什么呢 我们的广告可能打得太少了 我们市面上的人都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品牌 那么这边来说 各自的 细部的 我们可以把问题写在这边 这些的话呢 这是大标 这是里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图形 我们就称为 鱼骨图 对于我们要去 发现什么问题的解决方式 是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作用 那么这是常常用的一个图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鱼骨图的话呢 我们是找出它的因果关系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是什么问题 这是鱼头 这是鱼骨 我们这个单元主要是两个部分 就是品质管制图 我们利用这两种来去做诊断 柏拉图 它是做什么呢 它辨别重要因素 就是最高的 跟较不重要的因素 这个我们可以依据 这个急迫性 依据重要性 来去做改良 那这个是常常用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鱼骨图 鱼骨图的话呢 是先去做分类 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 然后再找出更细的原因 让管理者怎么样呢 能够启发管理者 去找出解决的办法 以上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 品质管制图